二十四九章 就告了普行菩萨来说了 善哉善哉啊 善男子 如等 乃能为诸菩萨 以及末世的众生 修习菩萨 如患三昧 方便见词 令诸众生 得离诸患 如今替听 当为如松 这个时候呢 古前菩萨就奉教欢喜 吉诸大众就莫善而听 翻过来了 善男子 一切众生啊 种种幻化 皆生如来圆诸妙心 也就是说 众生所有的幻化 不管生心的幻化 跟执作的幻化 都生什么 都染着在如来的圆满的佛性里头 我们生的所有的沿耳鼻层声音的幻化里头 还有我们的身心幻化里头 里头有没有一个圆满的觉性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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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回答 有喔 我们这个所说的幻化里头有一个真 假如没有这个圆满的觉性在里头 你怎么知道这些是幻化 但圆满的觉性已在里面 但是我们是揽着于圆满的觉性 揽着在里头 附在里头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 这幻化的一些世间跟身心 身心的里头 你又有一个觉性在 假如没有这个觉性在的话 你今天眼睛会不会动 嘴巴会动 不会动嘛 但是里头一定有一个圆满的觉性 但那些觉性 你眼睛所看的是幻化 它依着在圆满的觉性的真里头 假依真而存 这样懂吗 我借假而修真 这个假的幻化你知道 但是为什么 因为假依真而存 所以你要去把假刀弄掉 你针对出来 刚才听得懂 这个就是 因为他讲这个 大家应该了解 他说因为一些众生种种的幻化 不管你身跟你虚幻的执着心这些 都生在如来的圆满的妙性 都染着在如来圆满的觉性里头 就好像空中的花 从空而有 空花虽然灭掉 空性有没有坏掉 空性坏不坏 空性不坏 空性是什么 你的圆满的佛性 你那个佛性有没有坏掉 没有 空性不坏 花 那个幻化 我们看了隐层的花 灭掉你空性还在 那你的精进圆满的 那个空性的佛性也还在 但是因为它被灭 最好在我生存个花出来 他就懒着那个花 执着那个花 当然我认为 那个花是幻化的 我们你决心就出来了 决心有你在的 清净圆满的觉性 永远是圆满的佛性 做在那个地方 好 它因为被你的 炎耳鼻舌生意 跟你的身心 幻化而产生出来 但是它不会灭掉 它的佛性 因为它是依了 它的佛性而生出来的 好 那这样了解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 幻化虽灭空性不坏 幻化虽灭空性不坏 众生幻青 还依幻灭 众生幻青之后呢 也依了幻又灭掉 因为你生跟灭 都是因为幻青而生 也因幻青而灭 朱幻尽灭 等所有的幻都灭掉之后呢 你的决心 它清静圆满 决心还在 但是因为你执着 那个幻化 只有它灭掉 执着心的妄想心 你无明心 你生出来的无明妄想 它生了之后 它又灭掉了 但是你的决心有没有灭 没有啊 它还在啊 它跟虚空一样 它永远不坏啊 那我们修就修 那个虚空不坏的 清静的圆满的佛性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了 它决心不到 医患来说这样 用六层圆满的意识心 来说我已经觉悟的话呢 也叫做坏 你不能用六层 以那个层圆满的 这个意识心来说觉悟的 那这个也叫做坏 如果说有觉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觉悟可以追求 有未离坏 我问你 有没有一个觉悟的东西存在 有没有 没有 佛陀作祥了 如果你认为 你修行已经达到了觉悟 我已经达到觉悟了 我已经离开了幻化了 我离开幻化了 我已经达到觉悟了 他说用重思维 认为自己觉悟的人 他这个觉悟也是一个悟 他也没有觉悟 大家听得懂吗 应该听得懂吗 因为觉跟悟 悟是谜嘛 如果你认为悟是谜的话 我已经把名弄掉 我已经决心起来了 我就已经没有余了 你认为那个觉性 其实那个觉性也是个方法 因为觉跟余是一个对待的东西 你看有没有深入一点 这个都做有无俱全的意思 那个是 境界是要能够去悟到连绝的境界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 如果说有觉悟可以让你追求 觉悟能不能追求的 因为你追求到觉悟的心也是悟 觉悟能不能追求 因为觉悟本来就在 本来就熏空嘛 本来就清净嘛 本来就有还要追求干什么 不用追求 那我们人是为了追求佛 而变成被在佛打转 没有得到佛 因为还在放话前在打转 假的吗 这是医悟来追求的觉性 那个觉性也叫做悟 所以呢 觉性本来就有何必追求呢 是因为你有懒足而已啊 你要分出来而已啊 好 那我们就要 由悟离悟你说无觉的 如果你说不必觉悟 亦无如是 那我不用 我不必去觉悟了 我就佛进 那这样要可以追求 那我不用追求 这样对不对 也不对 也是犯 为什么 因为你执空也不对 执色也不对 执友也不对 执无也不对啊 只有一个觉性那你求也不对 执空没有一个觉性那你求也不对 对啊 两个都犯了 这叫有无俱全啊 你看这个佛头的精进本性 他讲 可长得多得微妙 好 说无觉者亦够如是 世故幻灭 名为不动 世故幻灭就是身心世界都放下 不执着不起称爱 精进精进在此不难成 这是幻被你灭掉的 叫做不动 叫做不动 幻灭如果有灭掉 叫做不动 三长四 一切菩萨的末世都是 丁兰远离放下的门 分别执着 称爱 一切幻化虚幻的境界 一切虚幻的身心 所有的世界 由先执持 远离心故 就是由于精进执着 要放下虚幻的原因 心如幻走 那个心也是虚幻的 假设我是要用道心 用精进心 用禅定心 去修 修要把那个幻化远离 那个心也是幻的 假设说你说禅定 修那个禅定也是一个幻 但必须借这个幻来除那个幻 不然你很难找到那个真心 这就叫做见智修行 好吗 因为本性是在的啊 但是你必须用幻的力量 去除那个幻 然后那个幻也慢慢远离 这是以病 以毒攻毒 最后那个毒也要拿掉 这个是一个方法 所以他讲说 一切的幻化虚幻境 由兼直辞 远离心复心如幻 者亦复远离 那种心也需要 也不要放下 远离为幻 那需要放下的想法 也是需要 远离也是种幻 我想远离一些 这些 世间的一些六层 例如说我们的灌子长 我要清晴 经常复杂 我要来接清晴 很复杂的 声音很大声 我要来清晴 很烦的 我要清晴 这个清晴 是要远离 清晴的地方 对吗 这个清晴是什么方法 这个清晴也是烦的 因为没有清晴是烦的了 因为一个清晴 要关于这个无清晴 压最烦 但是如来本身 有清晴跟无清晴 他没有了 他圆满的 他哪有 他是个毒二 我该讲 他是个毒二的东西 但是我为了求清晴 而去 离开不清晴的地方 那个清晴也是犯法的 不是真正如来本性的清晴 而是你需要 假借一个犯法的清晴 去除掉你不清晴的犯法 好 这样了解了 好 那我们了解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远离为患 义父远离 远离为患 义父远离 离远离患 好 这个放下 离远离患 义父远离 也要放下 得无所离 放放放放放 放到没有所放得过 集除诸患 就是说我们要用 借禅定来除掉这个 又借这个来除掉这个 又借这个来除掉这个 那最后怎么样 装目取火 这装目取火 长Et 的东西以患来修患啊 普及部长 질문说 哪为什么要以患来修患啊 因为修行也是种幻 你借修行来出到更不好的幻 一直桌子桌子就是装入巨火 比如专火 装入巨火 两个木头相摩擦 火出来 木头就怎样 烧掉 焦灭灭灭灭灭也根据 但是敌煥修煥的时候 用患法来修煥金 也一样的道理 遇煥虽然近年 所有那虚药污染 虽然被离 machst 不入断面 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不入断 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善男子 知患远 知患即隐 不做方便 知道患就放下 不去找什么方便法门 离患已别 远离虚幻的污染就是亲近的决心 一无见识 也没有慢慢修得 所以一切菩萨直播之中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离诸患 就会远离所有的书法 例如说 你有什么方法 你都去招牧远虚幻的 但是你如果一切菩萨 当下萨纳开悟 本来无意义 没有什么对作 也没有什么制作性 什么都没有 都是空性 都是空性一向我 本来无何处流程来 但如果你要 也要生徒狐狸寺 心徒民进来 就好像招牧远虚 实时佛禅是不具有残验 那是座木之火 但是方便见识修行 但是如果有一个悟者的话呢 他当下远离 也不用借患来修患 他马上跟佛性结合 他叫做顿悟嘛 六祖是堵悟的 但是他按堵悟跟贱悟 我才给你惊 愿患来修患来建物啊 建静修行啊 但是萨纳能远离的人喔 很开心很远离的那一样 你拔上顿悟啊 顿悟他本来有一个 其实圆满的佛性啊 他能远离患啊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 你怎么没有座山 你又要座山 我看你很久没有座山了 他因为座山是想的 没有座山我就没收音了 我才会这样啊 座山不是座山当然是办公了 但是座山 不是一定要座山才有收音 座山是座山是增加那个定 但是真正的决心 要把那个 那个对比的东西 的两个东西有无要拒钱 那个境界蛮高的 好